我們第一次訴求就希望 台灣政府能夠將簽署的時間表給 能夠理定 可是到目前為止 過去都交代過了 一直跳票 那再來一下章魚 那第一次的訴求一直到95年的時候 因為整個擴建的計畫 導致島上又發動了一個非常大的 島內跟島外連結的抗議 所以終止了擴建的計畫 但是我們仍然要求台灣政府 必須面對簽署的這樣的一個承諾 並且多了一份要求 要聘請國際河安的團體展開 一系列的檢測 也就是要有第三方的人來檢測 因為黨五族人對台灣政府 甚至台電不具信心 那再來到1999年 我們認為都是一個新的契機 因為當時的政黨輪替 那前陳總統特地到蘭嶺 跟黨五族人簽訂了一個新活棒關係 那在那一年非常清楚 台灣政府雖然當時他還沒有當總統 但是他清楚表述 如果他擔任總統 願意在任內處理蘭嶺的合肥藥 並且輕輕處處承諾 就在今年105年要把蘭嶺合肥藥簽出 而且是比當時的林一夫 經濟部長包括院長他們 那裡頭還跟我們自己的族人簽訂了一個 簽長的疫病書 那這是台灣政府承諾的 好 再來 那一直到2002年 這樣的一個疫病書內容的簽訂 事實上並沒有帶來改變 主要是因為達戶族人認為 即便整個過程檢診完畢 在檢診過程裡頭 我們其實那時候就有疑慮 我們會認為台灣政府 如果真的整個檢診程序完成了 是不是就不會把核廢藥簽出 果然檢診了今年第二年 沒有看到任何的作為 那相對的我們那個時候 也發了六項聲明 那在這一年我們提出了 從過去一直以來 連土地都拉進來了 土地不敘諸 可是國家從來沒有正面回應 我們跑了非常非常多的地方 那在2002年跳票之後 來下一頁 我們也發起了 包括也把孩子都帶到診程序去抗疫 好 再來 大概這些孩子有幾個都當了辦法 那再來2012年又是一個關鍵期 主要是整個檢診程序 出了一個這種作業是非常粗糙 以至於扶捨外洩 然後引起大概維持停滯10年的抗爭活動 然後我們又再吸一吸 那好 再來